说注意了 下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 根据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关于2022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6月3号到6月5号放假不调休 共三天 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召回通知 涉及马沙拉蒂 英伦凯旋 阿尔法罗密欧 大众汽车等多个品牌 说辽宁省教育厅近日首次组织开展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的星级评估 最终326个专业获评星级专业 其中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电器自动化技术专业等30个专业获评五星级专业 说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28号发生了踩踏事故 造成数十人死亡 当地警方称当天一家教堂在一个体育场组织慈善捐赠活动 吸引大量民众涌入导致了踩踏事故 有现场目击者在事后回忆称 现场十分惨烈 令人痛苦 人们争相涌入 不停地推荡 最终导致了踩踏事故